学道之处 唯摩金照论 森赵大师注定 照注 行因修道之处 为之道场 行是清闲 很安静 这是修道人居住的场所 远离热闹的场所 古人修行 多半在山上住个小毛泡 很简陋 三五个人在一起共修 我三十岁的时候 把工作辞掉了 跟着参云法师 住毛泡 在铺里 住了半年 毛泡真的是毛草盖的 墙是住篱笆 住篱笆了 糊一层水泥 外面看到是水泥 里面看是株泥 就晓得 毛草盖 五个人在那里修行 三个出家人 我跟朱镜州老居住 这两个人是在家人 各地房间很小 一个房间 大概就是四张床那么大 长房间的房间 一个房间百两张床 我跟朱老居士住一个房间 当中一个小佛堂 三个法师 参云法师 他一个人住一个房间 另外两个法师 共同住一个房间 大宗法师 普庙法师 所以我跟普庙法师 很早就认识 那时候没出家 我在毛棚里做义工 年龄只有我最小 朱老居士70岁 祖父辈 我在那里做厨房 照顾 三个法师 三个法师 一个老人 我在那里做义工 一个人 照顾四个人 所有工作 一个人 所有工作一个人 做 偶尤一大事的邀请 游戏大事的圆中潮 另外是一部 应光大斯文潮 小佛堂 每个人有个小桌子 就直接插起 房间书 我这个 这个小桌子上 就这几本书 毛棚里头 没有电灯 没有自来水 点蜡烛 点油灯 中毛棚确实 是非常好 很干净 四周围 一公里之内 没有人家 很清净 中毛棚五个人 都吃午 晚上不吃东西 顽阔完了之后 就睡觉了 八点钟睡觉 两点钟起床 两点钟起床 三点钟早阔 早阔是三点到五点 两个小时 我因为工作了 早晨我也准备早餐了 所以我的早阔 是拜佛 三百拜 三百拜 大概要一个半小时 拜完之后 我就少早饭 修行人的生活 简单 有规律 这山上 我们自己种一点菜 茅棚后面 还有一段 一段距离 有泉水 挑水 很辛苦 我们想方法 砍竹子 把里面猪肩打通 做水管 让水的手 从山上流下来 行 山水非常之好 但是 每一年三天 山上有野兽 把水管的时候搞断了 要去找 就把它借起来 烧柴火 没有电 没有瓦斯 柴火太多了 捡这些树枝 足够用 用不着就砍财 去捡 捡树枝 这样的生活 可能如果大灾难来的时候 水电都没有了 自来水没有了 电没有了 瓦斯没有了 大概就要过 某棚生活了 那个生活也非常好 外面事情 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报纸 那个地方没有电话 所以对外面信息不同 每一天 看经 念佛 拜佛 是我们日常苦苦 他心是定的 不散乱了 没有忘念 这就到这 这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了